消防人員接過通報還沒抵達現場 眼前就一陣陣濃煙 火燒車意外不難想像火勢有多猛烈 附近民眾忙著告訴消防車方向 還有人幫忙灑水 消防人員一抵達立刻布水線灌救 一旁空地震起火燃燒的 就是撞進民宅的轎車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看到的狀況已經是起火了 可是患者還在車內 因為醫師昏迷的關係 所以沒有脫困 遺憾的是 駕駛被救出時 已經沒有生命跡象 松一搶救人回天法術 事發現場就在高雄鳳山民學路上 當時民宅外的轎車也受波及 板金凹陷 車頭幾乎被撞毀 肇事車先撞民宅 再撞上這部轎車後 才又往空地衝 接著車子冒煙起火 這個人可能會噴嚇 或是車身還是什麼 因為你飆車不是這樣飆車 莫及民眾形容 肇事轎車當時轟隆隆的隱形聲響 從幾十公尺外衝往民宅 毫無煞車跡象 撞擊後引發火燒車意外 駕駛沒能逃出來 但轎車為何會失控 且完全沒有煞車 54歲的學姓駕駛是因為生病 還是酒駕煉貨 詳細重視原因都要進一步釐清 記者王嘉欣來比箱 SNG小組 高雄報導